美國俄勒江州波特蘭警方在他們的推特帳戶上 將波特蘭的反川普抗議示威系稱為騷亂 波特蘭警方表示由於大量犯罪及危險行為 抗議活動現時被認為騷亂 警方說抗議過程中發生向警察投擲物品、毀壞汽車、搶劫、阻塞公速公路入口等 波特蘭警方還向民眾發出警告他們有言論自由權但不要介入違法活動 美國大選後兩天,很多城市爆發了反川普抗議活動